洗碗 石师傅 石师傅 别脱了 喝口水 丑警官 我不累 你就让我干吧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姓丑 我姓裘 行啦 求警官 我继续干 不是 石师傅 别拖了 你看看 这都两天了 你把我们这大厅拖得跟溜冰场似的 都摔了好几个了 你脚怎么了 我这不怕给你踩脏了吗 没事 你踩脏了我再拖 不是 石师傅 石师傅 别拖了 歇一会 仇警官呐 我可以不拖了 那我那事你也别拖了 我拖你什么了 我这二十四分我扣得冤了 罚我八百块钱 你们要不撤销我那个处罚 我驾照也吊销 驾照吊销了 我就没法开车了 没法开车公司就得辞对我 仇警官呐 我都快仇死了 我姓球 球 啊 球 球 球警官 我求求你了 不是 石师傅 拿着 你啊 球我也没用 我问你 十六号 那天你连闯了四个红灯 对不对 对 闯一个红灯扣六分罚二百 对不对 对 闯了四个红灯扣二十四分 罚八百吊销驾照 对不对 对 对就回去吧 我回去啥 我闯红灯是有原因的 我是送一小姑娘到医院去啊 要不我有病啊 我闯红灯 我那几张嗓子都哑了 你先别上火 我知道 但是证据呢 我车里那录音录像 不都给你们提供了吗 录像只录到了你自己 录音全是杂音 没用啊 但能怪我吗 我早就说换车里的设备 公司不换的 石师傅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现在只有当事人 过来给你作证 然后提出撤销处罚的申诉 我们在审核之后 才能撤销对你的处罚 明白没有 我明白 可是当事人他不明白 丑 丑 丑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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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些辣干嘛 把你给你整的这么滑 大佬要是你往这跑什么呀 我不是想要问问你什么情况吗 啥情况啊 还是原来那情况 人警察说了 必须当事人到这儿来给我作证 才能撤销处罚 要不不行 那让他来啊 我给他打电话了 开始他不接 后来接了 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 后来再打 再不接了 哎呦 狐狗 不让你管先生 不让你管先生 你非管 你到这儿损我来了是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驾照拿回来 你说这个赔多少钱 一天份儿钱多少钱 那你倒是想法子啊 还有啊 我的法子就是帮他们拖到地上 你快拉倒了 我跟你讲 我有一个办法 啥办法 警察不是不忍得我吗 你跟他们讲 我是当事人啊 我来证明你是健硬勇为的 不就完了吗 拉倒 骗警察 我拉倒 我万一发现了 更完蛋了 你看你个怂样子 那你还有好办法 我再给他们拖拖地 你快拉倒了 警察 哎 哎 警察同志 怎么了 怎么了 那个 那个 孩子他妈来了 哦 当事人 啊 要还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我就是当事人 我给你讲 这个同志 他真的是好人啊 他建议勇为 学了一份 青霞装衣 闯红灯 虽然他走得很急 但是他永远胡在 我的心中 啊 哎呀 太激动了 你把我说没了 这位同志 你先别激动 有话慢慢说 不是 我很着急 我就是讲 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要弘扬正能量 不能让英雄 流血又流泪 是 那这个事情 就解释清楚了 那我走了 再见 那个 大妹子 你看这大老远的 还麻烦你跑过来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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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回来 回来 我还有几个问题 没问的 来来来 英雄走中间 来 我问你啊 十六号晚上 是他把你女儿 开车送到医院的吗 是的 就是啊 华晨慧 我都认得他 啊 又把我说没了 那好 我再问你啊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我女儿 叫什么名字 问你呢 问你呢 我女儿叫 山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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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山脸 我女儿叫山脸 我想起来了 还激动你们的地方 是点 好 你的家庭住址 我家 家庭住址 在哪里啊 家庭住址 你都忘了 哦 对 我家住在 春光小区 二号楼 三单元 四零九旁 对 诶 诶 师傅 这春光小区 二号楼 三单元 四零九 不是你家吗 四零九是我家 警察没问我家 问你家在哪住 我家呀 对 我家给老子呀 别一个 别一个 这位同志啊 很感谢你能为 石师傅来作证 但是我有必要提醒你 你必须如实回答 我的问题 如果作伪证啊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贵贵 这 你哪 你哪有负法律责任的 我就说不行不行吧 演个小饼还就排练呢 顶个大脑袋你就上 你到什么急啊 你看你那个怂样子吧 说实话 你们两个人 到底什么关系 中警官那个 我跟你说实话 她是我老婆 我们俩没办法了 才想出这么个招来 但是警察同志 我跟你讲 他真的是好人呗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人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不能胡来 石师傅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只要当事人来给你做个证 你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我知道我给他打电话 他不来呀 既然这样 你就先回去吧 等待我们的调查结果 再让你见义勇为 再让你对斗管闲事 这样 给我拍个视频 给我拍个视频 我发网上去 我让所有网友都看看 给我平平那里 我就不信他不来 对 你终于聪明了一回 开始 各位网友 我叫石城石 我是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十六号那天大雨滂沱 我开着出租车 一个老大娘抱着一个小姑娘 把我的车拦住 当时小姑娘病得很重 我连闯着四个红灯 我把孩子送到医院去 现在我被扣了二十四分 罚了八百块钱 吊销了假账 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 你过来给我做个证就行 你为什么不来 你凭什么不来 你不来 我工作丢了 我车也开不了了 我老婆也给我离婚了 哪个要跟你离婚 哪个要跟你离婚 这不音乐到这儿 我想说得严重点吧 那你也不能瞎讲啊 最后弄点成这样 这不发言 行了 路上没有 路上 哎呀 别 别 别 看了 不要 看了 发生点 十乘十 十乘十 在呢 十乘十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啊 不是 你知道什么呀 我就叫十乘十 大哥 我教孩子算数呢 你老大什么话呀 等会 你说你叫什么 十乘十 你就是十乘十啊 咋了 我看你应该叫十乘二十五 我叫十乘二十五干嘛呀 十乘二十五是多少 二百五 你 你咋骂人呢你啊 我骂你怎么了 你天天骚扰我 我还不能骂你了 你不是找我吗 我来了 你找我干嘛 哎呀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怎么了 又怎么了 他来了 你干嘛你啊 你当事人 你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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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警察同志 来了来了 当事人 当事人 没错 你坐这儿 没错 我感谢你能来啊 没错 我特别高兴 就是我问你一下啊 十六号那天 你女儿是不是生了病 我女儿生病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你女儿是不是生了病 是 对上了 你女儿是不是叫珊珊 是 对上了 是不是有个出租车司机 我把你女儿送到医院去了 不是 你看对上了 对上你个大疼鬼 他点不失利 不是 不是啊 明明是我把你女儿送医院去的 明明是我老公把我女儿送到医院去的 你老公 我老公 我送去的 我老公送的 我 我老公 我我我 老公老公老公 我老公 没人跟你讲 我想想啊 这下都是我 我有点懵了 对了 那天 她没去啊 她没去 是孩子奶奶 孩子奶奶去的 不是 我孩子生病了 我怎么可能不去呢 你就是没去 孩子奶奶接着我的车 孩子奶奶去的 我去了 孩子奶奶没去 她奶奶怎么没去 孩子奶奶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 孩子奶奶走了 在哪儿了 走了 啥时候回来 回不来了 走了 没了 都走八年了 明白了吧 肯定是啊 哎 警察总监 你拿着 他就想让我说谎 帮他做伪证 我怎么可能说谎呢 骗 让我说谎 没门 站住 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子 啊 我们就是让让你来做个证 又没问你要钱 你不来就算了 你还骂我们 还要报警 我老公就不应该救你女儿 哎 他说谎 我说谎 你怎么说谎了 哎 我老公说谎呢 你看 就不应该救他女儿 说啥呢 这孩子有关系吗 警察总监 我也不申诉了 我认罚 但我那天确实做了好事 而且我以后 遇到这样的事 我还干 我干这样的事 我舒服 一方 睡觉 石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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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 我是珊珊吗 啊 你孩子也叫珊珊 对啊 石师傅 我找您好几天了 刚才看了您的视频 我才知道您在这 石师傅 你是孩子的救命恩人 我太谢谢您了 我来给您证明 妹子 怎么能是你谢谢我呢 弄明白了妹子 我对不起 哎呀 你也不搞清楚 我还是把人骂一通 我估计医院把电话号码给过 那我怎么说你是250 谢谢钱 对不起啊 石师傅 是我对不起你 原来这些都是真的 我冤枉你了 哎呀呀呀 没事 没事 你是好人 哎呀 好好好 行了 欸 石师傅 既然真的当事人已经来了 你的问题马上就能解决 嗯 但是我还是要给你提个醒 好的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啊 一定要先给交警部门打电话 避免二次伤害 好 行 行了 施师傅 扮手决决 走 走 等一下警察同志 等一下 施师傅 我刚才看视频 您说您离婚了 我在复联工作 我们那好姑娘多了去了 就冲您这人品 我一准给您介绍一个 我现在就给您注册一下 可以 我叫石城石 今天四十八 你一变 石城石 但是我老公 谁也别跟我抢 谁不是 没有人给你抢 夫妻关系很牢阔 孩子成名乱了套 交通法规记心间 好人一地 有好话